就會笑臭gay啊 同志走過來的時候 就是阿爺二你不要靠近我 就是都還是有這樣子 很不好的過去 我在大學之前 其實對同性戀 還是沒有那麼了解 那我曾經也有對他們說過一些 其實蠻傷忍的話 現在想起來是覺得很抱歉 就是同志有三這件事情 是慢慢養成的嘛 那我覺得很大的關鍵是 差不多在大學 第一就是看書 理解一些事情 然後你會越來越認識 更多的同性戀 你就會發現 根本沒什麼 多看多聽 然後才慢慢了解 才會慢慢去改善 在台灣很多的不同族群 會在一路過程當中 受到很多的邊緣跟迫害 歧視 過去當然同志他會是 現在當然他有改善一部分 我們並不會說他完全改善 但是移工這個族群 那可能到現在 都還是被歧視的狀態 在2017年發生軟國飛事件 有一個失聯的移工 他疑似有吸毒 那最後在警察追捕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反抗警察的一些動作 包括拿石頭丟警察等等之類的 那疑似在要搶警車的狀況底下 最後被警察開槍打死 我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 引起非常非常多人的情緒反應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對於每一個人 每一個群體 都不要抱著先入為主的觀念 因為我根本對他們不了解 所有對這件事情 你是有情緒的人 你難過的 不開心的 你生氣的 那你都應該來支持 九槍這個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其實已經拍完了 他現在正在進行募資 爸爸也誠摯邀請大家 透過募資 讓他上院線 讓更多人來看這部紀錄片 去真正了解現況底下台灣的移工 台灣的警察 台灣的制度 到底哪邊出了問題 現在是有情緒的 有情緒的